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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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没有那么多精密而弃 如果想知道未来天气 老一辈的人说 他们会靠看天 又或者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明白 因为老人家经常说 每逢翻风下雨 就会关节痛 比天文台更准备 不过除此 我觉得大家还可以留意一下 有没有飞矮的出现 当你看到漫天飞矮 很大机会就是下大雨的先兆 最近有网民在社交平台 发布一张蟲蟲入侵家的照片 那只黄黑怪虫 体积比一般昆虫大 不少网民都说未见过 有没有见过这只蟲 这个小贱 知道是什么 不懂 甲虫 有没有见过它 没有 这只好像之前有结 但是不是有一些不是黄色 有淨黑色 有见过 那你知不知道是什么蟲 忘记了名字 觉得它很蟑螂 那你觉得这只蟲 是有没有害的 应该没有 应该是没有害的 为什么呢 甲虫不是吃害虫的吗 这只蟲蟲背部有黄黑色的纹路 还有条很长的黑白眼条触角 看上去就像甲虫 到底又是什么 如果是一只长角的 之后它里面有一些黑色斑点 在那只 那只很大只 我想都有三点多至四点多cm 那么大只 应该就是一个黄文天牛 是的 那这个黄文天牛 其实它是一个外来的入侵种 来的 香港是 其实不是太多的 是互来 如果入了民居 是很少的 通常这种蟲 这个天牛科 视为一种害虫 不过就不是家居害虫 是一些可能去吃一些植物 因为它是在割雪上面 会在那里转洞 咬爛一些木 然后在那里铲卵 在那里繁殖 所以那些人就会觉得 它是一个 就是会整死一些树的一种害虫 那这种这么大只的天牛 其实它对我们家居 就没什么大影响 老实说 但是都要小心 因为如果要接触它们 可能要找些东西 我想就是套住它 例如一个胶盒 这样把它把它吸住 或者是用一些胶袋套住它 不要直接去拿它上手玩 但是潜在的危险就是 那些昆蟲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咬你一口 你想一下它的嘴都应该很利 它可以咬爛一些树干 是很粗的树干 所以它是会受伤的 令到人家 那刚才都说到它是外来物种 那其实它本身自己的产地在哪里 其实台湾会比较多的 在野外那里 称之为台湾三寶之一 其实是三角害虫之中一种 那其实它毒性就是没有的 没有毒性的 但是有时候昆蟲它周围爬 可能附带了一些病源 它变成一个病原体 那就会令到我们 可能产生了不同的细菌 引起病毒 但是其实我觉得 不用太担心 因为真的不常见在家居那里 最近不单止有黄文天牛出现 在香港 连长大雨 还为大家带来飞矮 在康城和将军路住的居民 最近都被这只蟲蟲犯 在网上最近流传一条影片 在康城地铁站通往屋苑的一条行人通道 出现了大量飞矮 眨眼看下去至少有几百只 看起来非常得人 飞矮? 有啊有啊 下雨就有了 你见到的时候 你的数量多不多? 多的? 如果开了灯 它入屋就多 有多少只 很多啊 怎样数得清 数不清 拆住了一盏灯 是啊 没有过百都数十只 因为我看着 家里的景观是看着球场 有球场射灯 有两个翼 就像一般的蟻那样 大脆一点 有没有飞过入家里? 有 我住在翠林村都常常有这些飞鱼 你知不知道飞鱼通常是什么时候出门多? 下雨天前 通常下雨 或者潮湿的时候 你当时见到那么多飞矮 其实你自己会不会怕 还是你都懂得处理? 不懂处理的 立刻删枪 删枪 删枪 开冷气 拍死它 或者找盆水 引它飞下去 见一只拍一只 通常不会出屋的 春夏季就零色多虫类出没 不过不是每次都要以杀身的方式去处理 如果可以的话 不妨将它们引出家里的门口 又或者是窗口 让它们可以回归大自然 最近下雨天见到很多飞矮 其实飞矮和一般的矮有什么分别? 其实矮和飞矮是两种不同的生物 如果矮是说一些蚂蚁、黑矮 或者一些黄丝、飞矮 其实这些矮和白矮是很不一样 因为如果用蚁来做一个分类 矮其实是一些黄蜂、蜂类的近亲 它们是一个莫刺目 但是如果等刺目 就是白矮它们 其实现在有些外国的研究 就说白矮它是和一个蟑螂 是一个亲戚来的 远亲来的 可能由蟑螂慢慢演化过来 但是还是在研究之中的 每年的4至7月 其实都是白矮的一个分飞的一个季节 其实代表它们要在一个巢里飞出来 然后就去做一个交配和其他矮 通常被一些光吸引了出来 其实是不是下雨天才会有这么多飞矮? 是 没错 通常它们是喜欢一些濕的天气 其实在太大雨的时候是见不到它们 通常是一个黄昏 比如说可能5、6点至11点期间 我们发现是最多的 通常差不多有些打风下雨 那未下雨那一刻它们就会出来 所以大家如果想防止家里有 其实应该就 预先安装一些蚊网 在4月之前 那除了防止飞矮入屋 万一它们真的进去了 那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或者驱赶它们出家呢? 第一 可能四围吸一下层 其实可以吸走它们 还有第二个方法 就是准备一些水 可能洗脚盘或者洗手一些小盘 然后准备一眼 好像台灯、博士灯那些 照着它一晚 其实第二天你会发现很多收获 因为死了很多白蚁在这里 那尽量希望将白蚁成功 在家里饭吃的机会大大减低了 Joye 你平时的饮食习惯是怎样? 喜欢吃什么? 说真的 如果不是为了要出镜 要选择吃清淡的东西 我本身就是喜欢吃香口东西 油腻东西 最好就是淡淡肉 虽然我知道对健康不是太好 但偶然也要放纵一下 饮食健康真的很重要 如果不注意 真的会引起很多长度问题 有时候肚脏脏又去不了厕所 滑着滑着真的好辛苦 有试过几天去不了厕所 有 整个礼拜都有 去不了肚子滑着滑着 不舒服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原因可能是年纪开始大 可能有功能退化 去不了厕所 很困扰的 对生活 会影响我的心情 最多三天 很辛苦的 捱住的 肚子不舒服的 可能少吃水果 和少做运动 腸不太舒服 还有觉得累 疲倦 有时都好像有自粗 通常我的饮食习惯 都是比较容易排便 比如我早上已经吃了三个水果 和果仁 这个已经可以了 有时是吃了咖喱 之后翌日才是比较难去厕所 愉快生活 最重要就是睡得、吃得、餓得 不过原来不是个个都可以顺畅排便 早前就有调查数据显示 大约有100万名的香港人 就有不同程度的便秘问题 到底有什么会引致便秘呢 其实便秘真的很常见 差不多好像伤风感冒一样 大家一定试过 病人通常会告诉我们 例如大便很硬、很难去 需要很用力才能去 或者排便的次数比起正常 大大减少了 那我们就会为之便秘 也有些人本身是 她的长度排便的习惯 可能不是每天一次 但她都没有问题 便秘 又未必叫便秘 女性的盘胳、盘骨的地方 比较阔 我们的月状结腸 会比较多些 她们会比较容易有便秘的情况 再加上女性 很多时候 譬如有腹科问题 做过腹科手术 或者是开刀生个BB 我们在盘胳有手术的伤口 月状结腸会比较容易 粘连到这些伤口 形成了那个位置 比较排便很困难 女性会比较多些 真的长期有便秘这个问题 会引致身体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大便是身体的废物 如果不成功排出废物 毒素会积聚在肠 久而久之会引发腸会生蜥肉 或者肿瘤 最严重的情况 日常生活里面也会 没那么精神 可能有口臭的问题 整天都肚骨骨不舒服 也会影响日常生活很多 有些人可能以为自己是有便秘 但原来是大腸那里有肿瘤 阻塞着腸 令它不能成功排便 也是常见的一个情况 如果长期发生 都不能忽视 都要去检查大腸 大腸癌最严重 可能一直都不知道 一发现的时候 已经有并发症 甚至扩散了其他器官 如果这个情况就很惨 我们就要紧急做手术 将有问题那一截大腸切除了 通常都不能够即时接驳一条腸 可能需要做个做口 人工肝门在肚皮排便 甚至续称 大腸癌是本港第二号癌症殺手 近年还有年轻化的趋势 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呢? 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探讨 没错了 留意我们的节目 真的可以知道很多资讯 当然也很靠你们的报料 欢迎WhatsApp去 6896-0931 明晚继续一线搜查 最近政府公布将会推出一连串措施 加强规管吸烟行为 不过最近就有一只 和香烟有关的游戏 在小学生之间兴起 可能会令政府的反吸烟教育 事倍功半 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人说 玩烟卡的学校 有 多不多人玩? 多 整校都有很多人玩 我们班 几乎全部人都玩 你那班是几年班? 六年班 城市易华一线搜查 每天的行为 还要看 市场上 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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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语